要说起娱乐圈里的洞灵男神钟汉良可得算是其中一个 虽然已经出道25年 但也是丝毫没有留下岁月的痕迹 已如既往的阳光帅气 而为了庆祝自己出道这么多年 钟汉良也是搞起艺术展来了呢 6月30日钟汉良视觉艺术展发布会在上海举行 钟汉良以一身休闲装亮相 看着也是舒适感十足 除了钟汉良这位主人公 之前和他一起参加真人秀的妹妹Jackie 也惊喜现身为哥哥的艺术展助阵 作为一个出道25年的艺人 钟汉良被大家所熟知 更多的是通过电视电影唱歌等途径 凡少有人知道这位全能型艺人 私下也是一位非常热爱生活 并且热衷于记录生活的人 这次艺术展钟汉良也将开展日定在了7月1日 享受这天也是香港回归20周年的大日子 从小在香港长大的钟汉良 也在这次艺术展上分享了自己的幼年生活 他就是其中一个在整个 算是我的那个 生活 生命里面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因为我其实我从上海长大 我也在上海长成长跟生活 然后有些记忆是一直在的 然后刚好这个 我们这个讲在7月1号开始 你就想到从整个山下里面做一些元素 然后就回到我以前小时候住的地方 上海和台湾 然后我在那边有很多 就是有很多海 小时候走过很多路 然后在那小学玩个山啊 马路啊 就有拍摄一些片段 帮我们这里做一些视觉上的感受给大家 其实这已经不是钟汉良第一次举办摄影展了 早在两年前 钟汉良就在台北举办了自己的首次摄影个展 展示自己工作之余的有力拍摄所得 独特的拍摄手法 以及破能传情达意的摄影内容 也是赢得了不少专业人士的赞誉 再次开办个展 不知道会与上次有什么不同呢 这个这次跟一往那次就是 这个地方更大 更庄严 感觉你需要更多的想象中间去发挥一些 不管是照片作品啊 视作品啊 有相对的内容 都要穿脸的比较有艺术性 这个其实是我 我一来到这个地方 第一个想象 就是它要有更多的天马行动的想法在那边 来达到这个 在这个地方呈现这些作品的要求 所以其实我觉得来到这里已经是一个很荣幸 很光荣的事 然后也是在 也是当我在这个地方 开了这个展之后 有一个 打开了另外一个思维的那种开始 这好像可以 虽然我们都在思考 都在创作 但是好像没有在这么艺术的领域里面 作为思考 然后这个好像是我有幸在今年可以尝试到这个开始 有时候活到老学到老 已经颇有成就的真话呢 也是不忘再度充实自己呢 这次在现场真话呢 也是小小透露了一下此次艺术展的内容 听说曾经的演唱会等画面可都有出现哦 粉丝们可是有的看了呢 大家可能还没有真的每一个角度都 浏览过 然后里面会有一些 我过往的工作 有演唱会的 有我曾经 画过的东西 就是在我圣经里面出现过的任何作品 都有可能在这个单里出现 首先呈现的方式会在 在一个比较艺术的美术馆 因为我们都会想说要用一些比较 呃 艺术的角度去呈现 呃 像我们在 在现场 但都可能比较亮 像其实我们这个 这个有一个 投影就投在我们地板上 那这些画面就是 有一些碎片就是我生活 在小时候的环境 就是我们想用这个方式来告诉大家 希望大家看到那个时候 有有有有 有一个 有一个看到我过去的感受 相信我们会看到一个和镜头里不一样的你 上海报道